圣人快降世了 三千年一开的忧坛婆罗花出现了 佛花赵祥瑞圣王救世来 大家好,我是莫利芬芳 2500年前,古印度的觉者 释迦牟尼佛对后世有两个预言 一个是很恐怖的 说魔会破坏佛教 另外一个是希望 法伦圣王将降世拯救人类 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前后 释迦牟尼佛在80岁时涅槃 他预言了他不再是 2500年后世界将发生的大事 第一件事是不好的事 就是魔鬼转身到寺院 或许在释迦牟尼佛的眼中 天灾都已经不算什么了 最严重的是魔来霍乱世间 据佛教 佛说法灭尽经 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 早就已经预言 佛教进入末法时期的乱象 语成现代汉语 大义为 我涅槃后 未来正法将要灭尽之时 在这个连基本五界都不能手持的 污浊众生世界 魔道将日益旺盛 行魔道的人将加入佛门 以佛门弟子身份破坏 并捣乱我的正法 他们穿俗世间的衣物 贪恋好色的袈裟 行饮酒 吃肉 杀身 贪昧之事 他们没有慈悲心 更互相憎恨 妒忌 第二个预言是好事 就是 悠坦婆罗花如果开了 就是未来佛降世 释迦牟尼佛预言 未来会有一位佛的诞生 惠林音艺经第八卷提到 如来佛或法轮圣王的诞生 与此同时 在人间会出现一种预兆 就是 悠坦婆罗花 一种 薄如丝 玲珑剔透 散发出淡淡光环的花 将在普通花卉 无法生长的 铜 铁 水晶 胡椒 水果 植物 塑料 等各种物质体上绽放 这些 悠坦花 也能保留几年不凋谢 释迦牟尼佛预言 悠坦花将开 佛花成圣洁 超凡 脱俗哀 无瑕照祥瑞 圣王救世来 众生得救度 万古天门开 每当有人君或圣人将士 都会有祥瑞出现 目的是借此点化 请勿 世人 从而 让人遵从人君 圣人的观点和主张 达到善化民众 进而治世的目的 据史书记载 凤凰提名 后有人君 也就是周五王出世 治世的征兆 据十一记载 麒麟的出现 隔日有 圣贤 也就是孔子 降世 那么 圣洁脱俗的佛花 绽放 又将预示着 什么超凡的祥瑞呢 以下这个图 在木头窗框上 开放的 幽坦婆罗花 被放到盒子里 持续三年半 花开不屑 释迦摩尼佛 在当年带领 众弟子修行时 曾有为弟子问 师尊 可不可以像世人一样 在世俗中修行 达约 那要等到 转轮王下世的那一天 稍顿片刻 又接着说 这个转轮圣王的能力 是十分广大的 到时候 你们切莫错过 万古机缘 有一次 众弟子您听完 释迦摩尼说法后 女弟子 莲花色 恭敬地问 世尊 您说将来有 转轮圣王 要下世传法 到时候人们不知道 怎么办呢 释迦摩尼佛 开示 到时候有一种花 叫做 幽坛婆罗花 会大范围开放 能提示人们 转轮圣王 注释传法度人了 释迦摩尼佛 见众弟子 还想再听下去 就进一步解说 此花不是人间的花 它就如同 转轮圣王的 一种瑞相一样 不同的佛 都有不同表象 这种表象 是一种瑞相 为的是预示者 这尊佛 要来到某个地方 传法 度化众生 此花的金 细弱 与丝 花开得很小 虽然看似柔弱 但是 它可以开在 根本不可能 开的地方 这种花在人间 三千年 开放一回 而在别的道 也就是空间中 得更长时间 才能开放一次 即使在别的道 遇到转圣 转轮圣王 都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事情 好好积累你们的善根功德 我也会陪伴护佑着你们 直到你们遇到圣王为止 你们若能得到 转轮圣王的进一步度化 我也会 为你们欣慰 这个图是公元1997年 幽坛婆罗花 居然开在南韩 京畿道 广州郡 一家寺院的 金铜如来的脸上 后来 韩国媒体 又相继报道了 许多地方 由此奇花绽放 更引起佛教界的惊喜 韩国庆州市的郑爵寺 曾经在2005年5月 开了幽坛婆罗花 该寺的金海日禅师 在介绍他 发现此花的情形时说 刚一开始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用毛巾擦也擦不掉 细心观察 哎 旧像花是 有根 有金的植物 紧接着在大陆的 辽宁 山东 四川 河南 河北 山西 陕西 湖北 海南 安徽 北京 天津 重庆 内蒙 黑龙江 大庆等地 也陆续传出了 幽坛婆罗花 开花的消息 并有很多建筑媒体报道 这奇花 在台湾 香港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澳洲 美国等世界各地 也在神奇的绽放着 人们观测到 幽坛婆罗花 直径约数毫米不等 花形如中 呈淡白色 花间细如金丝 白色 夜开 有淡淡的清香 花朵雪白圣洁 似有祥瑞之气缭绕 花形体态 淡定充容 超凡脱俗 以气息佛之 微微晃动 似于观者相隐 真是经营剃透 难以名其职 纯洁无瑕 焉能壮其体 令观者 尽喜绝律 清心疑神 圣洁脱俗之感 不禁油然而生 神奇灵锐 莫可名状 成乃佛花也 瞧 这个图上的 幽坛婆罗花 居然从不锈钢杆上 长出来 幽坛婆罗花 可以生长在任何地方 玻璃 钢管 纸张 佛像上等等 但它的成长 不需要地球上 任何一种营养原料 花期 数星期乃至数月不等 根据佛经记载 幽坛婆罗是梵文的音译 译为 灵锐花 空启花 启空花 此花之神奇 分人所能想象 这个图 是一个灯泡 灯泡上居然也能开出 一朵花 幽坛婆罗花 然而有些人 却不敢相信 这千真万确的事实 是真的 幽坛婆罗花 在媒体陆续报导后 竟被某些所谓的专家 说成是 真菌和苔藓 后又一口咬定是 草民虫软 那么 幽坛婆罗花和 虫软的区别在哪里 事实甚于雄辩 草民虫蝉软 触看其外形 与幽坛婆罗花相似 但仔细一看 却根本不同 草民虫软是椭圆形 颜色由淡绿色 逐渐转变为灰色 无香气 虫子从椭圆形顶部 开盖爬出来 然后枯萎 丝较印 后来有细心人 用显微镜拍下的 婆罗花的放大照片 花瓣花心 清晰可见 甚至仍能闻到花香 有心人还观察到 花开花壁的全程过程 故此 从软之说 不攻自破 这个图 在四百倍的 电子显微镜下的 幽坛婆罗花 花金呈现透明 带有许多亮点 伴随着花儿 法轮引线 随着科学技术的 迅猛发展和普及 人们把实证科学 当作行为的指南 尤其多年来 受无神论 妙论的蛊惑 人们见次的 失去了心法与道德的约束 信仰无存 道德沦丧 无所顾忌的 做着损人利己 伤天害理的坏事 世人十毒俱全 二报天成 将在所难免 因为二有二报 是亘古不变的 天理规律 就在这 危机四伏的 严重关头 世世代代的 修士觉者 翘首期盼的 佛花 幽坛婆罗花 开了 佛花照祥瑞 圣王救世来 这是万古难遇的机缘 这绝不是虚构 夸张之谈 据佛经 法华 文句 四上记载 幽坛花者 此言 林锐 三千年一线 线则金伦王出 惠灵音意 卷八则说 幽坛花 泛于古意 而略也 泛于正云 乌坛拔罗 此云 祥瑞灵异 天花也 世间无此花 若如来下生 金伦王 出现世间 以大福德利谷 感得此花出现 大波罗 波罗密多经 终有云 人生无常 富贵如梦 诸根不缺 正性上南 旷之如来 德文妙法 不为稀有 如幽坛花 佛经预言 确凿 事实也 确真 如此 佛花开放 照祥瑞 法伦圣王 救世来 这个图呢 是十几朵的 幽坛波罗花 绽放在铁管上 非常不可思议 佛经也记载 金伦圣王 是理想的王者 将用公道 而不是武力 来统治这个世界 所以 善待人的人 将有机会 遇到金伦圣王 无论那人 信奉的是佛教 基督教 儒教 还是任何其他信仰 如今 佛经中的预言 已经应验了 到处都可以看到 幽坛波罗花 如此说来 转伦圣王 是否已经出现在人间 并正在救度众生呢 以下是 在各个不同物体上 开花的 幽坛波罗花 这是鲁蚂窗